我請老師來家裡看我的風水 這時候我一個女朋友電話進來 我就接了一下 就掛了之後 那繼續看我的風水嘛 突然那老師跟我說 妳請妳這個朋友去看一下醫生 隔空腳覺得他的可能肝臟有點問題 然後後來為什麼我想轉答這個事情 是因為我知道 因為他最近他在展電 看他的確一直有跟我說他很累很累 所以我就轉答說 妳最近有身體不舒服嗎 他說有耶 我說這個師傅叫妳去身體檢查看一下 他一看之後 真的救他一命 真的喔 因為醫生說他那個肝指數 如果再不注意叫猛暴性 對 猛暴性肝炎 對 他就知道已經是有危險指數 所以他要讓自己趕快放慢腳步 你看這這個 好厲害喔 隔空耶 對啊 這是什麼科技的 對啊 到現在我也無解 我們這個 我們的國家的文化比較偏向於 像在意四這個字啦 對 對 那四其實在國外的念法又不一樣 對啊 那以四來說 以這個中國的這個傳統的命理來說的話 四它其實也有很多的好的含義 所以像我是完全不在乎 比如說四它代表在道教裡面算是四象 是好的象徵 其次四律文昌星 它代表是文昌位 文昌帝君 所以就像開孕竹我們會種四隻 文房四寶也是四隻 對耶 我從來都不在乎這個 像我住四樓是最便宜的 對 沒有錯對不對 對 真的 對 然後打麻將也是大四行 你看那個台數特別高 對 事事如意 所以我認為這是諧音梗 真的 阿嬤要看這集 不過它那個名字喔 它如果改三次沒得改 其實據我所說還有一個辦法 就是你讓家人改跟你現在一樣 然後再去互證說可以再改名字 這個是小Pepo 真的喔 因為我幫很多人改名 我知道這個小Pepo 因為我三次都用完了 那我就想改名字 可以再用這個方法去 謝謝老師教我 真的嗎 你要先有家人 我有家人嗎 我有家人 身分家人 我是那個兄弟姊妹 我的意思是這個 Sorry Sorry 兄弟姊妹喔 兄弟姊妹 爸媽不行 對 爸媽不行 然後身分證知道也可以 也可以撞號吧 可是我的號碼沒有事啊 可以改嗎 是不是真是可以改喔 我們有去詢問過啊 就是說你只要有帶飾 是可以做修改的 我有帶飾 所以我可以改 對 可以改 但是好好理好都不得了 不是老師幫我配一個超強的數字 超強 我在開的耶 沒有 他還是給你隨機喔 所以還是先看你現在 我不OK 可以先做一個檢測 但是可以跟他說 我不要哪些數字嗎 好像沒辦法 可以像店鋒號碼那樣 那如果換一個更多事怎麼辦 基本上政府都會避開 對 瞭解 我們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 算命也要與時俱進 大家有在拿著手機 玩過那種算命APP 我有 我還半杯 真的喔 算得準嗎 就是有的時候就是我講 當你人生失去方向的時候 是一種心安安 這事情可不可以做 欸 勝非 好啦 對 要不要跟小玉主持 對喔 可以 可以 很棒耶 你們有玩過嗎 沒有 習德有 我那時候出國在歐洲嘛 我就跨年 然後想說 欸 今年 新年到了 我想說還求個簽 可是我不在台灣 我怎麼辦 然後 我想說 那就滑個臉書 看一下無聊嘛 然後那時候那個 鳳天公那個APP 那個廣告跳出來 然後說可以線上抽籤 還會線上寡婦 就直接上去 然後去算 我說今年年運怎麼好啊 就是抽個大那個什麼 年運的籤嘛 對啊 然後還有那什麼 我們開會的時候 因為我們同事 有些人比較暴躁一點 然後我想說就是 欸 怎麼辦 每次聽他那邊發牢的時候 就覺得很不耐煩 那想說 那我來積點功德好了 就找到一個什麼 線上的佛珠的APP 他就是 我覺得就是讓自己 可以心裡比較近一點 他就是可以這樣 他就是可以一直滑 真的耶 對 然後 很像他一 就放得家一 跟他說 每次他在發鼻血 就這樣子 看著他這樣 然後水裡唸那種 奧蜜陀佛 奧蜜陀佛 然後什麼之類 我就會覺得心裡比較平靜 視訊可以看風水嗎 老師 對 我現在有 這個因為前兩年疫情來 對 所以有些客戶 他還是比較想要看風水的時候 我只好用視訊方式了 那我通常就會說 請你協助啦 你拿兩支手機 因為一支你要跟我視訊 另外一支 你要拿你的手機開指南針 指南針 好好玩喔 對 那指南針 跟真正的羅盤 還是有誤差 對 所以說我通常會說 畢竟還是有羅盤比較精準 那你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還是可以協助 對啊 不過我自己是比較沒有那麼 喜歡用視訊方式 還是現場看會更準 現場第一個是更準 對 第二個 因為還要再打扮嘛 好 掛電話也比較不好意思 我之前有那個 我的團員嘛 他們買房子 他們就找了一個老師 那老師我就說 找老師 老師他過去看不是很麻煩嗎 因為你看房子 可能不只一間而已 他就說 沒有 那個我們就打電話給老師 老師就問過地址之後 他就飛過來了 他就是直接人 就是 你知道 就是那個 靈體飛過來了 有這種事 有這種事嗎 那就是看每個老師的 功力 專業不同 你知道我曾經有一次 我也覺得到現在 我都覺得很妙的一件事 什麼 我請老師來家裡 看我的風水 這時候我一個 女朋友電話進來 我就接了一下 就掛了之後 那繼續 看風水嘛 突然那老師跟我說 你請你這個朋友 去看一下醫生 隔空腳 覺得他的可能肝臟有點問題 是喔 然後後來 為什麼我想轉答這個事情 是因為我知道 因為他最近他在斬電 看他的確一直有跟我說 他很累很累 所以我就轉答說 你最近有身體不舒服嗎 他說有耶 我說這個師傅 叫你去身體檢查看一下 他一看之後 真的救他一命 真的喔 因為醫生說 他那個肝指數 如果再不注意 叫猛暴性 對 猛暴性肝炎 對 他就知道已經是有危險指數 所以他讓自己趕快放慢腳步 你看這這個 好厲害喔 隔空耶 對啊 這次是個科技的 對啊 我也到現在我也無解 怎麼會有這樣 你也賺到了 因為你看風水 然後又看到你的肝 賺兩次了 謝謝那位師傅 他的感應力感受到了